高庭批准副首相拿杜斯里·阿莫扎西 在建斯基金舞弊案的47项控状释放不等于无罪 引来各界议论纷纷 交通部部长陆兆福说 基于总检察署的独立性 首相不能指示总检察长做出解释 但身为行动党秘书长的陆兆福 已经发文告要求伊德鲁斯向大马人民交代 为何他会做出这项决定 吉隆坡高庭宣判 副首相阿莫扎西从建斯基金舞弊案的47项控状中 获得释放但不等于无罪 这也意味着他目前已经摆脱所有官司 但不是所有人都对这项结果感到满意 身在团结阵营的交通部部长陆兆福 今天出席全球船运业者圆桌会议后南逃媒体追问 他表示有鉴于总检察署是独立运作 所以行政单位包括首相都没有权利 指示总检察长做出解释 尽管如此 他却以民主行动党秘书长的身份 要求伊德鲁斯给大家一个交代 究竟是什么理由让他决定向法庭提出 不释放但不等于无罪的申请 我们不能够运作 这是一个基础的免权 我们不能够运作 我没有够运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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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我够运作 而我说 信誉在 不过眼看伊德鲁斯的任期届满 新任总检察长拿督阿莫特里鲁丁 将在明天9月6号走马上任 那么伊德鲁斯是否还有必要解释呢 针对这个问题 陆兆福则简短回应 解释与否一切交由对方自己决定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